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疗房还有各个佛殿 大家都会写禁语 然后我们的禅期禅恶也是规定禁语 为什么 需要禁语 有一句话 我们说 宁动千江水 不动道人心 何况所有声音里面 其实就是人的声音最吵 因为我们听得懂 所以人的声音很容易干扰一个修行人 那个就是对外 对内你自己是一个行者 一个道人的话 那就不能凌动千江水 就外面怎么动没有关系 但是你这个道人的心不能动 那我们讲话叫诗语乐 诗语就是说心想了以后 指挥你的嘴巴说 那很明显它是已经比较粗糙 如果你动了心 起了心动了念 还没有觉察到 那你进一步说 那可见你的心已经动荡得很厉害 所以真修行 那一定要禁语 一方面不动自己的心 二方面不去干扰别人 那如果我们能够守这个算是戒吧 那我们就心就很容易止息下来 因为你小子起心动念 想要干什么 想要干什么都多余的 都不行 那干脆就不要起心动念 它很自然 你没有那个动机 它很自然就慢慢的就不起心动念 所以这个当然在修行里面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最好 最好 除非自己管不住自己 那最好 当然是尽可能的金鱼 会比较好 最重要是怕去干扰到别人 尤其在疗房 它也算是一个休息的地方 那我们出声音 就会干扰到别人 那在佛堂呢 那更是不应该闲杂话语 只有跟法相关的 才能在佛堂里面讲 其他话就尽量少讲 还有那个动作 我们在佛堂里面的动作 一定要注意到 这是佛堂 千万不要做出那个不雅的动作 尤其不静的动作 虽然 我们不着想 但是很明显的 我们那个动作 本身就绝躁不够 然后才会做出 那些不该做的动作 我印象很深 就是第一次参加 参攻师父的佛妻 我把脚伸开 就朝前 脚麻 超前一百 就有一个老菩萨过来 你这样会下地狱 你怎么可以脚对着佛啊 那心里面当然很不服气 那当然也就笑笑了 也是疑惑啦 反正 跟他说 哪里没有佛 他也回答不出来 反正他脑子里面就是说 这样对佛菩萨不尽 至于更深的道理 他可能就不懂 那当然我们 他这样一劝 我们还是赶快把脚收回来 虽然嘴巴顶一下 还是把脚收回来 这是第一个问题